好了,开始,分钟钟开始了 真的是,还是开头那两个人特别感谢您这两天的积极的配合 在这么酷暑的天气里面,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我也希望这次的两天的行程让您对于河北这个地方 太极城的文化能有一些相对来说深刻一点的了解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就是请教您的是 在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您对于太极城出自于河北这个主题有没有一些了解 我以前因为我就习武,所以我从研究台极圈方面 我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有50台极圈 而且杨禄畅也是以前他的家在这 所以我知道这个跟台极发展推广和开始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长的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 我以前知道吴雨香的故事,还有杨禄畅的故事 所以以前我就在光复这边知道一点关于他们这里的台极圈 其实没有来过,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说就是还是有一些向往说如果有一天来会是一个很好的事 有没有这种想法是一个很好的我以前想来来这看因为就是关于我刚才说这个历史 好,那我们这两天不到的行程算是结束了 您也看到了算是在光复这个地方比较有代表性的武士台极的宗老师,然后包括崔老师,包括各种方面的人 那您现在对于这个叫一方水土,愿意这样一方海极文化,这个大树的根是加在这里这边上 是不是从心里真的感觉,哦,是这样 嗯,我真的有,从这两天我有这个感觉,这个地方对台极圈它的发展,就真有关系 环境,人的生活方式,人的脾气都有关系,对这个 那比如说,咱们昨天在那个河上看到卢伟,然后听见他们在讲说,啊,我这个权是这种超当这种什么 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因为您是练拳的人,所以您能感到他们这种真正的共同性吗? 也有两方面,因为我们练舞的时候,第一,我有一个感觉,但是我描述不太清楚 突然,在我的黄金,我不是连的时候,或者我不想这个拳的时候,我看一个自然的东西,比方说一个树,或者一个核,或者一个动物 然后突然明白了,关于我连拳的一方面,多胜,这个是一个经常的事 但是你没有这个东西在你黄金,你不可能把这个两个想法结在一起,所以也有关系 所以就像他们说的白鹅亮翅啊,什么团兔伯伯伯伯啊,就是类似于这些,是真的存在的? 是真的,是真的 嗯,武术因为大部分是我们要,我们是连动作,这个动作就是身体出来的,是感觉 但是我们要用字来描述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自然,比我们描述的更深更清楚 所以这个是一个,呃,经常的是对莲武术,而且特别是在历史上 因为现在人生活,他们都是看手机,每天不看外边,走路的你也可以看,低头就看手机了 有自然,有旁边的东西,有动物,有什么,人都看不见,但是以前的人没有这个,他们都在一个环境和自然的地方就一起住 所以他们就比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更多 嗯,就是纯粹的东西,酝酿出来的也更纯粹 对,对 这是好像是一个很必然的感觉 是 我们在广府这个地方看到最多的,这两天就是武士太极拳 然后武士太极拳的特点,用教科书上的这个话说是,它是积极性比较强的,比较在这方面的 嗯 然后呢,就是,你也一直聊,这个积极性它体现了武术的一个根本性 也是解释了一个道理,武术到底是什么 嗯 那武术到底是什么 那,所有的武术,中国的武术,所有的,也其他国家的武术,它的根本就是积极为了保护自己 或者为了使用,或者它就是按这个想法开始出来 开始,呃,人就研究,练,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重要的方面 而且是一个目,目标,你没有这个,你影响你想法,而且影响你怎么练 因为这个目标改变了,你的路也是,呃,不一样的,呃,所以这个武术在现在,现代的社会,影响人,人的生活现在没有,没有土匪那么多,我们就是一个,呃,平安的社会,呃,所以人就,呃,在现在就,呃,有可能把这个,呃, 我脱戒了关于这个积极的想法和用法 但是,这个想法和这个积极用法就是一个,领你的百分之百的思想对你怎么练 可以说就是它的义,我这个动作的义,我这个动作,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个动作,有规范动作,你可以听很多老师,如果你问他,那这个学生,他,他连的圈怎么样 他有可能就说了,呃,他的动作不规范,或,他的动作规范,那这个规范怎么平,怎么知道什么是规范,不规范,就是按用法来,来说 对,那比方说,我这个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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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头这里,有保护用法,是不是 就是,但是,我就,开到这儿,那,他没有用,我,我,我,就是,摆扎子,没有用 所以,第一,改变动作,第二,没有这个意念,把这个精神和精力改变了 所以,武术就是,最重要的还是按他的用法来练 嗯,而且,老师讲,学生学的时候,必须知道清楚,每一个动作,他的用法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他,他最重要的 放开 放开 你要放开 咱们从一个动作再解释一下他的工房历史 那比方说,一个 说个别的学习 嗯,比方说,如果有一个动作,他的高度,比方说,打一个拳打出来,它多高,多低,我们连拳的都有一个规矩是到,到什么位置 嗯,这个就是为了用法,那,比方说,这个拳,比方说,我就说,行一拳的一个钻拳,大部分是跟鼻子一样,一样高 嗯,那,比他高,没有用,比他低,人可以达到你 所以这个,这个是按他的用法是来,来,来,来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想法 第二呢,老师跟你讲,这个用法是什么 你的意念放在什么地方 比方说,我用这个,这部分,我胳膊这部分就挡,或者截,或者用这个部分 那我的意念改变了 我放我的意在另外一个地方,改变我精神,还有我的动作 所以这个机器方面的用法是很重要的 那,那,老师教学生,学生学的时候 他们必须知道,这个,每一个动作,怎么用 他的用是什么 然后这个来临他们的,呃,训练 如果你不拘大这些呢,我们就,公园里头,你比方,我比方,大家一块比,这个有什么结果 这个是少了一个很大的部分,关于武术 那不是一个整体 比方说,我这个手,武术就是跟一个,一个手一样 有,有五个,五个手指 大目主就是机器和用法 那其他的,因为武术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如果我们就说,用法,这个就是,法就是一方面 不是整个,不能代表所有的武术 他的内容比较复杂,他还有其他 第二,也可以说,养生,健身,运动,是不是? 那这个养生,健身,是从我练了,有这个,呃,效果 但是这个,其他的运动也有这个 这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 我可以游泳了,我也有运动,养生 我可以玩篮球,也有 那第三个,也可以说是文化 因为中国武术里面,它有很多中国的文化 很多历史,很多想法 所以人也练这个中国武术 也不是周围的一个东西,为了机器 有的人喜欢学文化价值的 所以他们也喜欢练武术,是因为有文化 那第四,可以说精神 那精神,提高你的精神 比方说,一个孩子很可怕 跟人说话,也,他的生活都什么东西 也没有什么,自己不相信自己 但是从脸,身体变强 他也知道很多动作能用,学了很多文化 杀了很多,也改变他的精神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功能,对练 还有一个是娱乐 因为现在就,也以前是一样 我们就看了吴云圈的,他以前就是爱好 他真爱武术,他没必要 他没必要练这个东西 但是他真正爱,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娱乐 但是这个,其他的运动也有 很多,很多,很多人就玩篮球 因为他们喜欢玩 这个四个方面,在其他的运动 其他的爱好,我们可以找到 但是这个机器,没有在其他的 如果我们说这个机器方法 也不是重要的,或者没有 这个手就没有用 跟你的手没有一个大拇指一样 而且,不是整个的一个武术 少了一部分 所以这个,在现在的情况 人也可以,连因为他们想养生,健身也可以 但是,老师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必须明白每一个动作的用法 明白,明白和能用是两码事 比方说,有一个锤子 你这个锤子它的用法就是把打钉子 那,你要打钉子有一个摆动这个锤子的动作 但是有一个人就拿这个锤子就天天摆动了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运动是很好 他就没打钉子 没有 他不能说,这个锤子不是为了打钉子 这个是他自己对这个锤子的用 所以这个不改变这个锤子的根本的那个用和行 武术也是一样 如果人上真正有这个能力能用他们的武术 他们要真正下很多功夫 而且把整个这个系统练好 天天吃苦 有套路 有基本功 有身体素质 有对抗切错 有用法跟那个对打 跟其他的人就试一试 了解这个动作怎么用 而且在真正的情况 用的时候有什么变化 所以这个是按训练的怎么练又改变 但是这个武术还是为了用 你刚才说要练成这个功夫必须要吃什么 还是一个天天去积累的过程 那您说到您自己这个习武的经历 我自己我非常爱武术 而且有很长时间 我自己感觉是我天天推我自己吃苦 够不够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说到现在 我很满足我自己的这个每天推自己 天天能吃苦的能力已经 我没有想 我没有看前天或者过去的几年说 遗憾了我没练那么苦 我还是练那么苦 但是也有人比我练得更苦 那您每天是怎么练 基本上是一个什么程序 或者怎么练 练什么 因为这个武术是一个系统 我再说这个因为很多人现在不懂这个方面 他们就练一个套路 这个套路这个是一个武术的一个小部分 武术是一个系统 传统武术特别是一个很很很好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系统 练一个圈种也不是一个套路 所以我们有我自己练了 我老师也讲讲教我内功方法 这个内功方法不是一个秘密来拿得到一个成功的能力 没有这个 这个是一个核心的基本要求的提高能力的一个功法 他喊很多东西 但是我不太说太多关于这个 基本动作天天练 你说的基本动作 比方说心意拳我们有战装 我们有五星拳 我们有十二星单练 单练 就这个 我也服气了我们的 我师父教了我几个套路 你每天说练批拳就是练批拳 必须 其他的可以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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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五星拳单练必须天天练 而且战装必须天天战 那你今天没有时间练套路就无所谓 但是你前面的这个五星拳必须天天练 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枯燥 但是你要练的工作还是要经历这个过程 是的 是的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 我再说一次 是一个系统 他的逻辑性是按先身体素质提高 有腿的力量 有柔韧性 有一点力量 你可以开始把动作练 单练动作 单练动作 然后是套路 套路是小组合 因为你功夫我们说是在一个动作 到第二个动作的变化中间 这里你能看功夫 所以套路就是把改你的协调 还有你的思想对一个动作到第二个动作 怎么转怎么改 这个力量从一个到第二个怎么穿过 它还有几几方法 因为这个传统套路 它按大的逻辑来改变了 不是随便改一个套路 所以这个有没有功夫是内行是看门道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武士的他们早晨的成练 然后看到钟老师打拳 也看到钟老师练戒 我记得您当时的这个评价 就说他的功夫是很好 你是从哪些方面判断这个武术家的功夫很好 大部分就看一个两个动作能看出来人的水平 钟老师真的是一个高手 我看见了他动作 第一动作不要说规范 因为肯定是规范 他的动作很规范 但是整体协调到位就是很好 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他的意 能看出来很清楚 特别是他连那个键 我看他跟他的学生一起做几个键的动作 他的意能看见到那个键的已经到那个位置 但是每一个东西不断 不断都是在 所以这个是一个高手 还有他的精气神 有 也能看出来从他练 而且他不练的时候 你看见他是一个温柔的 但是这个精神还有感觉 有气场 对呀 有气势 不知道是给人感觉些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直接在聊 从第一次见面就是说太极拳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虽然我们说 十三亿 全世界可能有三亿人在练 但是练的世界太极拳本身的东西呢 那我们知道那个如果 是很多很多人现在就练太极拳 所以很热 全世界很热 而且他真的有从文化其他方面是很丰富 所以人就喜欢这方面 但是我们也知道了 在你的学校你上学的时候 在一个班里面 都是跟一个老师学的 但是不可能是所有的是很聪明 有一品牌从小的一个名牌就变大 但不可能是他能保留他的那个最高的水平 这个武术还有现在这个太极拳很多很多人练 但是不可能是所有的人是到这个很高的 水平能练 第一个问题是谁教 这个是第一 怎么练 怎么练 怎么普及 第二个是人真正下功夫 这个是两方面的问题 现在因为从我们可以说这个100年之内的最热的台积拳的推广的时间 特别是出来这个24世台积拳的时候 简化台积拳 这个很普及 但是这个他的目标不是为了所有的人是能练这个或者学这个台积拳很深 很完整的不是 就是把普及一方面的那个台积拳 也可以说这个给台积拳一个全世界给一个很大的广告 但是广告就是一步 你真正想进去你要自己进去把连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简化台积拳推广的时候在在中国的时候把 出了很多资料 这个资料把每一个动作描述了 比方说做公布 有推长等等 描述的是按动作方面就描述很清楚 是很清楚 是很清楚 但是没有这个传统的名字 那你看传统台积拳 蓝缺位 蓝寨衣 等等 就都有很很有意思的名字 这个动作 就一个名字 如果我师父跟我讲 下一个动作是 蛾虎八心 我这个整个的这个动作我知道他怎么做 不要说左腿前一步 不要说我知道 但是他代表一个精神 蛾虎八心 那如果是这个腿 我就这样腿 如果我就跟你说双手就腿 我腿 但是我跟你说 跟一个蛾虎一样 你要这个精神 把心 把这个胸打开 他的打开 他的心在这 那是不是影响你的精神 影响你的 你练这个动作就是不一样 而且这个名字也带很多文化价值 那我们去掉了这个 我们也去掉了一个很重要的 对这个练武术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人就连台积拳 但是真正连得很深的 也不可能是那么多 对这个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的普及来说量 确实是越来越多 但是他可能抽离了很多精神的内果 对于这个运动 对于不是运动 对于武术的本身 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有的时候会发生戏事的 那我们 我们需要这个广告 中国武术真的需要这个广告 特别是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生活方式 我们需要因为 武术不是跟以前有土匪等等 你没必要练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最终应该是落到传统武术 因为您练的也是传统 你一直强调的是传统武术 就是传统它的这个精髓所算 一定要练传统 对 但是如果你的目标就是达人 有比练传统的武术更快更容易的方法 你可以去练MMA 你可以练其他的拳击 但是你没有这个目标 或你没有参加比赛 或你没碰到一个坏人 你练有什么意思 我们练武术的也有其他的方面我们喜欢 特别就是这个文化 我们也练兵器 那现在我们用不了兵器 也有坏人我用不了兵器 我肯定警察来拿我做监狱 所以为什么我们练 也有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的方面我们喜欢 真的喜欢 说实话这个兵器和拳 拳术凸手的训练也有关系 有一个帮助 我练枪对身体也有帮助 但是如果你真正参加一个MMA比赛 我为什么用一个小时把这个兵器练 我就练我的百拳构拳就多一点 用这个机会提高这个大 我这个几个技术的功能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遇上搏击的时候 还是打不过 但是打不过也不说明什么问题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这个MMA和这个很多搏击型的项目 他就有一个目标 是打比赛和打败他的对方 这个MMA现在就是跟真正打是最接近的 因为有踢打摔乃 有低伤 也可以用膝盖可以用肘都可以了 但是他就是徒手的一个比赛 那人练这个MMA 他们用他们百分之百的时间 就是对这个几个技术再提高了 他们不是我也练尖 我也练枪 我也练枪 我也练这个 他们就有一个目标是 是打败他们的对方 他们的真正机器的能力是很高 真的是很高 而且他们是专业运动员 那这个中国武术是在老百姓来连 以前也是这样 那是跟谁打 一个土匪 一个小贼 也不可能是一个专业的 GG家的或者MMA家 那也可以跟他们打 这个武术不如他们 也是跟他们的方法平均很高 但是你要看人的身体素质 还有他们的经验 那这个MMA的或者专业运动员 他们就天天做这个事 天天打打打打 跟对方有这个压力 就一方面的 所以他们的能力肯定是高 但是这个不能说是 他们好 所以这个武术就是没有用 这个也不对的 这个是不准确的一个说法 我给你一个例子 所有的人有车现在开车 我去学校我开车 我去上班我开车 买了一个车是在这个路开 我去买东西我就开车 然后我们还有F1赛车 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车 设计的都是一个目标 在把开得更快 他的这个车是很低很低 而且很宽 很快很快 那他肯定如果我用一个普通的车 想比一比我输了 我肯定输了 但是我去买牛奶 我去学校 我开这个F1车 就在这个普通的路 有可能有困难 也没必要 所以这个不能说这个车 普通的车是没有用 它有用 但是这个是一个水平的区别 如果武术家的人想带MMA比赛 他们要改变他们怎么练 出教了很多东西 可以的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你出教了这个那么多东西 你还留着是什么 也不是为了去比赛 不是为了去天天打 是 是 好 那我们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 对于太极拳的发展 因为那天您给我看了一个 就是日本空手道的那样一个 很普世文化的一个视频 但是它的观众训上做无需求 而且我们也能看到 它很实在的是 它已经走上了一个奥运会 或什么更广泼的路 这个可能是我们太极拳 特别想往的一个未来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现状怎么能够有一天也能做到那样 第一 好了吗 OK 入了 好 我们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第一对老百姓有吸引力 第二在国际的赛场上有应许之地 就是我们期待的未来 它怎么能走到这样 我们现在在武术 有武术比赛 国际也有武术比赛 国内也有全国武术比赛 而且有专业运动员 但是这个武术比赛设计 是按比赛的一个想法来设计 从开始到现在发展改变了 是走一个方向 现在这个比方说台积拳比赛很难度 很音乐 套路比赛大部分是 慢慢走的一个表演的那个方向 那表演的方向他的目标是好看 他的运动员的目标是得到一个金牌 习玩完 武术a 武术 中文思 88 武术 武术 dream 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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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已经有一点距离从老百姓的训练生活方式和比赛方法已经有距离 不一直 所以老百姓不爱来看是吗 不看也不练 他们就还练他们的那个传统的东西 他们不在那个公园就来调练难度 没必要 空手道是怎么做的 那空手道是他们比赛跟他们的那个传统的训练方法是一致 区别就是水平 内容是一样 完全一样 他们就是在 他们锦标赛 他们的运动员他的水平是很高非常高 动作没改变了 所以 小孩子他们就开始去或者联系空手道的时候 肯定是传统的 肯定是跟其他什么流派就练了 有一个比赛他们去看了 运动员 运动员就大的动作 他们都知道了 跟他们练得有 有有有有一样的 很多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喜欢看 因为他们就看这个东西跟我练的一样 那一看他多厉害这个人 他的水平很高 我回家我就坚持练 我吃苦 我以后也想当一个冠军 所以这个 比赛和社会训练 结在一起 是一个东西 和他们的那个 他们叫Kumite 就是对抗的项目 他们不是来我们在做一个公开 就随意综合 怎么可以用什么都可以用打一个比赛 他们设计这个对抗方法是按空手道 来代表空手道的方法来比一比 所以他也跟他们老百姓怎么练有关系 所以现在我觉得如果台极拳上跟空手道到这个方下一样 要 要 你说 喊一遍 可以吗 来来来来来来 如果就是您接着就是说如果想像空手道一样 如果台极拳想把跟空手道这个方向走的一样 第一 最重要的是台极拳比赛的内容 必须是从传统台极拳出来 内容必须都是 而且这个传统台极拳有很多很多动作 很多 陈阳 吴吴孙 很多 丰富呢 所以这个第一 它的内容是按 必须按传统的方法都 都一样 完全一样 评判方法也必须按传统台极拳的要求也是一致 如果我们用体操的方法来判断台极拳 也不合格 不行 人应该要改变他们怎么练 而且他们想什么是重要 台极拳传统的方法什么 什么方面是重要的是不一致 所以如果想把这个真正提高了 或真正把这个方向让老百姓来喜欢参加呢 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走的话 那我们走向这个国际的赛场 是不是也算是一个水道渠成呢 就是我们回归传统会是 通向国际赛场的一个 通向或者说通向奥林匹克的一个 正确的道路 你看空手道已经成功了 如果人喜欢很 全世界的人多 他们很多人就参加联这个东西 那奥运会就欢迎这个 因为这个能代表全世界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不要想奥运会应该跟我们说 我们怎么做 我们先做好 我们做很好 然后奥运会就看我们 你看他们就做得很好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工作 必须考虑这个方面 从基础做 还是从基础做 还是从基础做 从基础做 对 OK 结束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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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